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长青路旁的连板西小区随意停放的共享单车比比皆是 由于小区正在进行设施改造 不少单车就横七竖八地倒在地上 有的甚至被泥土掩埋了大半 新港龙花园 湖冰寺里等多个小区也存在类似的情况 由于长期无人问津 一些共享单车的链条已经生锈 车身上覆盖着厚厚的尘土 就像垃圾一样被丢弃 个别居民俨然把共享单车当成了私家车 就停放在小区的楼道口 使原本就狭窄的通道变得更加拥挤 有些小区它就是不让你进去 有些小区像我们这种比较开放小区 你骑进来人家也管不了 应该说共享单车的确是挺方便 但是这个横七竖八这个劲儿 让很多人也觉得特别头疼 所以说涉及到共享单车 如果是禁止进小区 这个可以不可以 老鼠你觉得该不该禁止 这个问题其实我一直在想 这里面有三个法律关系 如何去界定 一个就是咱们使用者 跟单车公司之间的一个区域关系 还有一个使用者你要进小区 你跟管理公司 物业管理公司之间的关系 还有你使用完丢在公共区域 那么等于是这个物 就是这个单车 单车公司跟管理公司之间 跟物业管理公司又产生了 这三个法律关系 如何去界定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之前就很多小区 它已经是鼓励说破墙 如果是破墙 是开放式的小区 那你又如何管理 所以这里面我们要仔细地想起来说 其实这个很有借鉴意义 我个人是认为说可以进 但是进去之后呢 要好好管 那谁跟谁之间呢 最后其实还是物业管理公司 跟这个单车公司之间 要有一个企业 这才是双方最主动的 而且最有效的 你觉得双方要搞一个商业谈判 应该要有 你这个共享单车能不能进我这个 这才是三年 如果他们双方能够有一个协议出来 真的是三年 我们今天请到一个 我们下面一个小区的 业委会的主任 是陈凯 陈凯也是一个律师 你觉得可不可以禁止 这个共享单车进小区 我认为呢 共享单车是否进小区 这个话题呢 它是属于一个业主呢 意识自治的范畴 就是说 意识自治 对 业主意识自治 我们先搞清楚一个概念 叫业主大会 业主大会呢 它是法律上赋予了全体业主 对公共事务 以及公共部分的使用呢 进行一个处分的这么 有权力处分的这么一个组织 这个组织呢 它可以决定 本小区范围之内 涉及到公共事务的一些事项 就是说 该做出什么样的决定 这个业主大会 是可以做出一个决定 对 那就换句话说 就是 共享单程能不能进我们这个小区 我们这个小区的业主大会 由我们定 由我们来定 就是能进还是不能进 我们说了算 对 业主大会呢 它通过召开之后呢 它的决议 它可以制定出具体的小区的这个公共的服务公约 而这个公约呢 对全体的小区业主呢 它都有一个约束力 就是大家一旦 形成了这个公约 都要按照这个规矩来 对的 但是我们现在也发现 有很多小区 似乎也并不是业主大会 或者是业委会 做出一个决定 往往都是物业公司就决定说 我们小区是不允许进入共享单车 或者是可以进入 那这个能行吗 我的观点是这样子 我觉得是 因为物业公司实际上是业主委员会委托他们来进行管理 那他们如果确实觉得 像老师刚才讲到的很不好管理 对吧 然后呢 就是而且呢 对业主的这种环境 就是你生活的环境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也会增加物业管理的成本 那他们可以先行决定说 我不允许你进 然后如果业主觉得说有意义 对吧 业主觉得说 不行 你这样扰扰的生活 那就开业主大会吗 或者业委会来投票 要表决嘛 所以我认为从业主的 从我的观点来讲 我是觉得物业公司是可以行使这个权利 说你不该进 因为你这样子已经影响到 本来它就是一个自治嘛 我们业主委员会又委托了物业去做这样一件事情 物业就应该把它管理好 除非是业主大会或者是业委会托 说你们这个规定说 我们不接受 对 可以进 对 那你就要修改相关的 对对 要不然他们就先 要不然的话 你想物业公司每天其实要 针对很多新鲜的情况 那你觉得物业公司可以先行 做出一个决定说 我们小区就是不允许进 共享在这或者是可以进 不经过业主大会 我认为他首先前提条件是 有没有授权 就是我们业主大会 业委会在跟物业管理公司 签订具体管理委托合同的时候 有没有对一些事项进行一个约定 比如说大的 对小区公共范围之内 如何管理的问题 进行一个授权 如果有的话 物业公司完全可以在这个授权范围内 先行地做出一个实施方案 那如果这个实施方案 遭到一些业主的质疑 那就要看这个方案是否合理 物业公司可以提醒 把这个问题提醒到业委会去 由业委会代表全体业主 是业主大会 对对 然后大家最后做出一个定夺 你们是主人吗 你们来决定说 你们这个小区里面究竟该一个什么样的规矩 我们经常说是当家做主 现在在你的小区作为业主 你就是在当家业主 而这个物业公司 我们说的通俗点 就是一个管家 一个经理人 一个所谓的一个掌柜的 你是东家 这个关系千万不要搞混了 但是前不久 北京市的一个物业公司 就将这个摩拜单车的企业告上了法庭 理由就是摩拜单车呢 在自己的小区当中造成了很大的这个困扰混乱 给自己呢增加了这种管理成本 但是后来的法庭判决是 这个物业管理公司是败诉了 我们能了解一下 最近北京市海淀区法院 审结了一起物业公司 诉共享单车无因管理案 无因管理是指没有法定 或者约定义务 为避免造成损失 主动管理他人事务 或为他人提供服务的法律事实 北京志祥人生物业管理公司 诉称 其进行物业管理的小区内 存在共享单车乱停放现象 要求摩拜公司支付 为集中清理乱停放车辆 所花费的管理费用100元 这一诉求被法院驳回 理由包括 小区是开放式小区 门口没有明显地 禁止共享单车进入的标识 小区也没有规划 专门的自行车停放区域 用车人的不当行为 是导致小区共享单车 停车秩序混乱的主要原因 如果因此产生相应的不利后果 也应该由用车人 来承担主要责任 面对北京这个法院 做出的这个判决 老寿你觉得这个理由怎么样 我觉得他好像告诉的 这个诉求好像有点不太对 你是说物业公司 对对对 人家没有委托你管理 你自己先来管 然后向人家要钱 对对 要我个人我是认为 我会向那个摩拜告 要求你侵占我的场地使用费 你要给我场地使用费 对 我来告我是要这样子 你侵犯了我小区里面的 对对对 你公共区域 你来给我付出金 对对 这样我觉得应该比较合理 我这么理解 如果我要告诉 如果你作为代理律师的话 你建议这个 因为我的空间被你占用 你要付使用 我们今天有一个专业律师 对 陈凯你觉得这个 他的起诉的理由 是不是好像有问题 首先他起诉的案由是无因管理 那么无因管理呢 在法律上呢 它有一个 它是一个法律事实 那它有三个很重要的特征 第一个呢 它有一个管理的行为 那第二个呢 它有为他人获利 第三个呢 是在法律 无法律上的一个义务 那么这三个行为呢 这个案 刚才在这个短片当中 有一个细节没有提到 这就是什么细节呢 这个北京的这家物业公司 它把这个外面乱停放的 共享单车 集中整治到了地下去 但是呢 它用了铁链 将这些共享单车 全部锁起来 那么锁起来 这边这个行为 从本身来讲 是否合法 那么就是存疑 对 那第二个呢 这个锁起来呢 导致了什么 导致了这个共享单车 不能够再使用 共享的功能就失去了 它就变成一个特定的固定式 那你的意思是说 这方面这个膜外公司 甚至可以反速它 你把我的车都损坏了 你妨碍了我企业 正常的运营 但是像老瘦刚才提到的 就是如果 这个物业公司 换一个起诉的理由说 你这些单车 占用了我小区当中的公共区域 使我正常的管理 受到很大的影响 这个会不会就有获胜的可能 我觉得这个倒是 这个诉求倒是很好 因为为什么 我是认为 我不想讲这个判决的理由 我想讲一下这个判决的结果 实际上这个结果 看起来很合理 但是没有任何用 因为你判决说 是这个骑车人 他的责任 但你根本就找不到 那个骑车人 对 所以这个对于未来 这三方的管理 还是没有任何借鉴的作用 所以最好的办法 就是判定说 对像你说的 你在我这个地方进来了 你侵占了我的东西 对吧 那么你要付一定的费用 然后以后甚至也可以是说 我的小区 你可以进 膜拜你可以进 你付费给我了 那我就来帮你管理 对吧 你付费给我 我就来帮你管 没付费 对不起 你不让进 我不让你进 因为我知道增加物业成本 这个最后钱还是由业主来出的 所以我觉得有可能 从判决结果来讲说 如果能把这个商家 就是自行车厂 自行车的这个提供方 膜拜公司 对和物业公司的这个责任 能够理清楚 因为这个里面最坏的一种结果 如果是三方来讲 就是由业主来承担费用 我觉得这个对业主是最不利的 所以最好就是找到一个 其他的方来提供 然后物业公司把它管理好 业主又能解决说 我把自行车骑进去的 马云从这个成本 就正来谁 就是羊毛出在狗身上的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场外很多观众 他们的说辞 一位说现在很多小区都禁止 共享单车进入 单车无序停放 会阻塞 消防通道和道路 旧小区本来道路就不宽 单车乱停放就没路了 还一位说 共享单车本来就不该进小区 小区物业馆的有理 但主要责任还在单车企业 还一位说 交了物业费 物业环境 还是应该要管理起来的 不然单车泛滥跟垃圾 也没什么差别 再一位说该管新的业态 受业主欢迎的事物 物业也要与时俱进 有效地管理 做好服务 你发现没有 就是我们这些观众呢 都没有涉及到 这里面实际上就是 那个深层次的 就是物业公司和业主之间 这个权利 究竟谁来制定规则 当然是业主来制定规则 规则 然后制定完之后 由父权物业公司 你来操作 该怎么管怎么管 所以说这里面 就包括刚才 为什么会产生一些分歧 是不是也是我们相关的一些业主 或者是业委会 在制定共享单车 如果是进到我们小区之后 是不是相关的这个规则 还是太粗线条 不是很细化 比方说 如果说允许你单车进入 但是你停留时间 不能超过多长时间 或者说必须停在 我跟你划定的区域当中 那这个情况之下 是不是物业公司就好管理了 就如果出现问题 我可以把你轻走吗 这个陈凯你觉得 就是一个规则细化的问题 我觉得规则细化是这样子 首先呢 还是我刚才说的 大的前一条件 在这个小区之内呢 它就是业主 意识自治的结果 那么物业公司的权利 从何而来呢 那就是从业主大会这边 付权给你 付权了 授权了 物业才可以做 如果业主大会没有授权呢 那么物业 它只是一个委托方 它就越权了 那它越权 其实它就不能行使这样子 我是这么认为 比如说 它物业管理是受托 对不对 它受托的话 其实它有一个大的概念 就是我在行使 这个公共区域的管辖 这个大的观念之内 我是可以先来行使 就像我们行政管理 你要是有不服 你可以提起行政诉讼 对不对 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好 我先行管理 你今天有三个人 要进去跟我有矛盾冲突 那么咱们业主委会里面 是不是有一个 如果有3%或5%的 那个业主 他提出动议 针对某个事情 我们业主委员来讨论 这个就 所有的事情都按程序来解决 就OK了 对对对 但老兽的意思就是说 有的时候 比方说打个比方吧 物业公司可以先展后纵 就是先来管理 然后提醒这个业委会 或者是业主大会说 我这么管 应该是可以得到你们的付权的 另外一种就是说 你必须得到我的上方保健 钦差大臣 没错 我付权给你 你才能操作 其实他的这个业主的 物业管理的委托合同里面 他肯定本身会针对说 哪一些东西必须要提报 我觉得本身应该是有约定的 但因为每个小学 他情况不一样 所以我是觉得说 首先就解决付权的问题 对吧 把权利的问题讲清楚 这个我刚才的观点 就是认为物业公司 是可以先行决策 如果业主有意见的话 他再来提出 那么刚才铁城讲到的是 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管理细则 那我认为实际上 对业主来讲 其实我觉得就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能不能进 因为背后的根源 一个是会不会增加成本 对吧 第二个就是说 对第二个就是说 增加的成本 你能不能管理得好 那么然后就告诉物业公司 行你去谈嘛 只要不增加我成本 你能帮我管理好 这一细则你去想嘛 对吧 因为这本来就是物业主 人家说制定规则的一些细则 也付权给物业公司 对因为这个本来业主 其实他也想不到说 这个东西就不在乎 因为现在数粉都一直不断出现 你不能明条一个规定一个 不过有一些细则 很重要的一些细则 比方说产生的这个费用 或者是收益 该怎么来去归属 对 这个问题有一些细则 物业公司 也不能完全放任他去做 所以我说抓换方向 其实是这样 抓换方向 对 其实物业公司在跟业主委员会 一开始的时候 他会签订 大家会签订一个委托合同 那委托合同对于大的事项 就比如说共产党进小区 是不是要该进小区 它其实是一个公共秩序的问题 对 所以说我觉得 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 是经常说的一句话 最近啊 治大国若碰小仙 实际上这个如果是 相对大国来说 我们这个小区就是一个小仙 我们现在很多业主呢 对自己的权利 或者是边界 不是特别清楚 甚至是不是特别重视 那现在应该 改变一些必要的观念 就是相关的一些权利 和你的这个边界 你要非常清楚 才能够更好地保护 你自身的权益 也更好地保护 你小区的权益 还有一个就是权利伸张的程序 你要保护 对 你看我们说的就是很有这个 现实意义 而且很深刻了 其实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TV2马上回来 施广问题普遍存在 共享单车该被骑进小区吗 物业公司起诉单车企业被合回 谁该为管理买单 小区物业有权对共享单车说不吗 如果准入如何管好 TV2欢迎亮剑 共享单车小区乱平 物业该管吗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TV2 涉及到居民小区的这个 共享单车乱停放问题 究竟该怎么管 该不该禁止共享单车进入小区 大家有什么看法 可以通过互动平台发送进来 你有机会获得 门窗木墙五金专家 金刚狼公司提供的奖品 那么提到居民小区 究竟对共享单车该怎么管理 很多地方都遇到同样 比较令人搅扰的这样一个问题 而且想了一些办法 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办法之一 物业在管辖区内设置 共享单车停放处 负责维护停车秩序和清扫保洁 并把有问题的车辆归放到一处 以便单车公司进行统一的维修回收 办法之二 大型社区和共享单车合作设点 比如广州亚运城就和摩拜单车合作 摩拜公司每天通过大数据技术 实时监控社区内车辆的分布状况 并及时对车辆进行运营维保 办法之三 单车猎人 随着共享单车的兴起 城市中出现了一群被称作 单车猎人的志愿者 他们一有时间就在小区内 地下室楼道里寻找并举报 违法停放的共享单车 这里面列举了各地采取的这个办法 主要是三种 马云看完之后觉得我们可以借鉴一下 对这三种办法的话 我觉得第一个办法我是赞成的 我是觉得说在小区里面规划一个统一的地方 让这个车子集中管理 这是一个最可行 也是最简单的办法 那第二个办法呢 我是觉得根据小区的情况 他们自行考虑吧 因为不是每个社区可能都能够 自己来决定 对对自己决定 第三个办法我是反对的 我觉得你自己的小区里面搞一些成熟链 然后跟人来听 好像把外面的人引入小区 对本来正常其实外面的人就不能进小区的嘛 但是他们不是志愿者吗 一般来说志愿服务都觉得 既然这个小区是我们自己的 你志愿也不能到我个小区来自愿 对这是我自制的 你们就不要到我这里来 到外面的这个公共区 难道你觉得还 我听到这个就感觉像看西部电影 那种赏金猎人一样那种 感觉好像很乖 或者说你觉得不舒服 我觉得如果小区真的是 有不断的新生事物出来 你要如何的主动介入 我们可以借鉴某一些的一个方式 比如说人家是什么十万签名 对不对 我们就10%的业主签名 这个议题就要提上来了 另外我提到刚才我们也说到 就是有很多人建议说 应该搞一个集中停放 共享单车的一个点 但是有人也有不同的看法 觉得说你适度的这种凌乱 或者是适度的随意 利用一些边边角角的地点空间 放共享单车 我们应该接受 或者甚至说是能够容忍 这个可以吗 就是没有必要非常 我姐姐也可以 我在欧洲看很多 其实他们就靠在房子的旁边 因为边边角角地方 就是靠在墙边 只要是不影响到 神整齐齐这样靠一排 也还行 就是不要去挡道 我姐姐也还行 其实我认为说 这个关于共享单车停放地点 它还是挺有讲究的 我们每个小区像一个地图一样的 如何在大家最方便的地方 设置这个共享单车停放点 看起来乱而有序 序而又 乱而有序 对 序而不乱 这个选址特别重要 像我们小区 它其实就是在 很广大业主经过的 必经之路的这个地方 设置了一个共享单车停放点 你会发现 其实大家来到这里之后 把车一停很方便 而且我也愿意停在这里 如果我把停放点 从这里设置到了 离我家很远的地方 哪怕它把雨盆都做起来了 空间又很宽敞 我也不愿意去停 所以对每个小区的 这个共享单车停放的选址 特别重要 因为共享单车 它最大的一个优点 就是方便 就是随用 一身车可能就能找到 这一点如果是通过管理 觉得说大家很不方便的话 它的优势就可能没有了 我们再来看看 厂外有很多观众 他们的说法 一位说物业要管一管 至少要限制单车进入小区里 不至于让单车停放 影响小区的通行 美化等等 还一位说单车企业 只管投放 不管使用 应该由单车企业负责 再一位说物业是为业主服务的 小区内乱停放单车 物业怎么能不管呢 至于管得好坏 是水平问题 还一位说物业应该 以方便住户为上 而不是禁止和索要 共享单车的管理费 就提倡说 还是要方便我们的住户 同时还要做到有序 现在有人说 我们下面不是前不久 对路面上的共享单车 搞了一个比较集中的 一个管理和收集整治吗 但是那个主要是在 公共区域内 于是有人说 现在既然说很多小区 也出现一些乱象 那么我们相关的 比方说市政管理 城市管理部门 城管部门 能不能够 深入到小区当中去管理 这个对城管部门而言 其实真的是一个 比较新的课题 对于他们而言 在这个公共区域范围之内 他们当然要管 但是他们是否进到小区之后 其实他们 对于他们而言 他们并不知道 这个小区业属 意义自制的结果 但是呢 基于这个 这个厦门市 像厦门的厦门市物业管理条例的 这个物业 这个城市执法局呢 它是有权力来管 就是说如果在小区之内 确定它是违法行为的 没问题 对 它是有权力管的 但是可能是 如果是有意义自制的除外 就是要考虑到小区 你自身的规则 是怎么样一个规则 这个可能是一个救济 就是一旦 比如说我业主 跟那个小区管理会发生 真的发生纠纷了 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 最后你只好 通过更高一级的那个条例来 找有关部门来解决了 就是最后的救济方式 但我觉得这个一般 这种不用动靠 每个小区还是 应该先尊重小区 大家的一个管理规则 对不对 我觉得其实这个不然 其实我今天 我一个朋友还在跟我说 其实他说每一个行道速都可以 非常漂亮的行 停三台 如果大家很有规矩 一个行道速就可以停三台车 他说其实也很方便 只要大家规规接停 空间肯定是有 主要是现在是太方便 变成太随便 是这样子 我是觉得说 这个应该是 这个叫做 他们是有权利管 但是没必要去管这件事情 因为如果是小区里面 你觉得是不要汤这个浑水 因为本身 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 实际上这个城管部门 应该是管这种违法行为 那这个东西本身是不是违法 很难界定 那么你就去一去管 你把车拖走了 说不定人回头告你 城管了是吧 然后呢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你去管的话 会占用大量的这种 其实城管也是一个公共资源 对吧 如果小区能够通过 很好的方法自治管理 那城管干嘛要去管理这些东西 也可能小区的人 这个忍耐程度 或者是宽容度很高 觉得说乱七八糟 我没觉得呀 对 你来把它给拉倒干什么 我都在那里 对对对 对对对 对对对对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